水里管管这个熊孩子 他拿着水枪 无缘无故的射向蚂蚁 无数的蚂蚁掏出蚁血 男孩健壮 直接使用水管去冲 蚂蚁没的家园被瞬间淹没 男孩觉得还不过瘾 于是抬起一脚 直接把蚁血踢了个稀巴烂 大量的蚂蚁被踹翻在地 他们祈求男孩不要伤害他们 可男孩还是一脚踩了下去 他叫小杰 竟然被隔壁胖虎欺负 由于身材矮小 他不敢反抗 只能把心里的怨气 通通发泄到了蚂蚁身上 蚂蚁巫师怒了 他沿着出变小药水 要让小杰付出代价 黑夜里趁着小杰熟睡 蚂蚁也没偷偷潜进房间 巫师站在他的耳朵上 然后把药水倒了进去 当小杰再次醒来 已经变成了蚂蚁般大小 他的内裤也比他大了几百倍 就在这时 巫师突然出现 小杰吓坏了 他们带走了小杰 一路翻山越岭 来到了蚁血 巫师直接把他推了下去 最终 小杰掉带了毛毛虫面前 蚂蚁也没把小杰带到了会议大厅 要对他进行审判 由于小杰经常摧毁他们的巢穴 蚂蚁也没纷纷吵着要吃掉他 这时 蝴蝶翅膀缓缓展开 以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对于小杰的恶行 以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要吃掉小杰很简单 但这并不能保证 不会出现下一个熊孩子 所以他决定 要让小杰学会如何当蚂蚁 只有感同身受 才能让小杰对生命产生敬畏 这时 宝儿从蚁群站了出来 他愿意当小杰的导师 就这样 小杰跟着宝儿学习 如何成为一只蚂蚁 首先 要小心玻璃折射的阳光 因为温度太高 一表心就会灰飞烟灭 不仅如此 还要随时提防蜜蜂的攻击 稍一不注意 就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蚂蚁也没非常团结 即便自身弱小 也能举起巨石 砸向空中的蜜蜂 一只蜜蜂落在了小杰面前 宝儿及时推开了他 自己却陷入了困境 小杰吓坏了 他丢下宝儿 独自跑向了草丛 但一只蜜蜂 却对他紧追不舍 小杰拼命地逃跑 一表心 撞到了一颗鞭炮上 他集中生智 利用玻璃碎片 点燃鞭炮 就在这时 蜜蜂跟了上来 利用尖刺攻击小杰 结果蜜蜂一表心 扎进了鞭炮里 蜜蜂妹被鞭炮声吓坏了 就这样 小杰成了蚂蚁妹的英雄 他们带着小杰来到纪念馆 里面的壁画 记录了蚂蚁妹的发展史 而壁画馆的最里面 是蚂蚁之母的画像 是他创造了蚂蚁 就在这时 小杰注意到旁边的画像 蚂蚁妹告诉他 那是屯云魔 只要有他的地方 就会带来死亡 小杰认出了画像的人 正是白天给他搭讪的灭虫专家 而且还给他签了合同 要消灭这里的蚂蚁 小杰必须尽快阻止他 而唯一的办法 就是回家打电话取消合同 于是小杰带着蚂蚁妹回到了家 但他现在只有蚂蚁般大小 蚂蚁妹打起退堂鼓 但小杰却没有放弃 看着面前的花朵和风扇 让他有了主意 他们把花瓣当成滑翔伞 利用风扇的动力 把他们吹到了空中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厨房 小杰跑到电话面前 然后在电话上跳来跳去 终于他成功拨通了电话 但电话的另一头 却是一个披萨店 电话那边的老板正在撩妹 听面没有听清小杰的话 就对这时 姐姐来到了厨房 他们也赶紧藏了起来 但有一只蚂蚁 还是不小心被姐姐发现 姐姐拿起电话 直接砸响蚂蚁 幸好他身法灵巧 这才躲过一劫 最终 他们有惊无险的回到了蚁血 当巫师得知 小杰带着蚂蚁没冒险 他十分生气 露出轰的赶走了小杰 这个小男孩在河边 遇到了一只昆虫 还热情的跟他打招呼 小杰洗了一把脸 结果下一秒 那只昆虫竟然消失不见 小杰有点不知所措 可就在这时 河里冒出了一双大眼睛 一只青蛙跳了出来 他不停的攻击小杰 一个蛙跳 拦住了小杰的去路 小杰吓坏了 赶紧拼命逃跑 在半路上 他遇到了蚂蚁同伴 他们爬上一个椰拉罐 但小杰还没有学会攀爬 结果下一秒 被青蛙一口吞进了肚子 而此时 青蛙的肚子里 已经有了三只虫子 他们无计可施 只能乖乖等死 小杰也彻底绝望了 就在这时 巫师也掉了进来 他是来救小杰的 手里拿的正式催吐的药 没过多久 青蛙胃力一阵难受 把他们全部吐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这只苍蝇高兴坏了 结果下一秒 小杰和巫师成功脱险 他们一起回到了乙序 通过这次冒险 小杰也认识到了 自己以前犯下的错误 而巫师也选择原谅他 就这样 他们的矛盾就此化解 第二天早上 汽车的轰鸣声 吵醒了他们 原来是灭虫专家 大烟鬼来了 蚂蚁们顿时慌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小杰决定和蚂蚁一起 共同抵御灭虫专家 只要用变小药水 灌进灭虫专家的耳罗里 就能解除这场危机 但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如何接近他 小杰找到了蜜蜂 想和他们结盟 最终 蜜蜂妹答应了结盟 无处追蜜蜂严阵阵以待 蚂蚁们纷纷站在了蜜蜂背上 此时的他们 选择了并肩作战 共同对抗敌人 保卫自己的家园 蚂蚁绕过黑色喷雾 对准耳朵喷出药水 可爸爸没想到 他竟然戴着耳机 小杰在靠近他时 以表心掉进了男人的头上 男人拿手挠了一下头发 小杰瞬间就掉了出去 危机时刻 宝儿接住了他 但是下一秒 他们就被一巴掌打飞 掉进了草地里 蜜蜂受了重伤 倒地不起 宝儿也被蜜蜂死死压住 只见他举起蜜蜂 把宝儿救了出来 紧接着 他们跑向一个木桩 但攀爬一直是小杰的弱像 黑烟瞬间推没了小杰 正当蚂蚁无尸和宝儿担心时 小杰成功爬了上来 他终于战胜了自己 在眼前的危机 还并未解除 就在这时 小杰把药水涂在蜜蜂尾部 趁着男人露出破绽 药水直接扎了进去 男人瞬间变小 无数的蜜蜂飞了出来 把男人扎得暴徒鼠串 最终 他们赢得了这场战斗 而小杰 也得到了蚂蚁妹的肯定 无时给了他变大药水 把他变回了正常大小 经过这次冒险 小杰再也不是 任人欺负的小杰了 面对胖虎的欺负 他没有再退缩 而是勇敢地面对 还成功策反了胖虎的小弟 赶走了胖虎 为了回报蚂蚁的教导 小杰把糖果撒到乙穴 最后 他也明白一个道理 对所有生命都要敬畏 即便自己再弱小 也要勇敢地面对困难 而最关键的 就是别惹蚂蚁 她是创造世界的女神 不仅让大帝有了生机 还让人类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然而就在这天 一个贪婪的人类 竟然偷走了她的海洋之心 导致她性情大变 变成了一只火焰魔 为了惩罚人类 她要摧毁自己所创造的一切 就对人类生死存亡之际 一个女孩的出现 唤醒了仁慈的女神 她就是宝儿 小时候 因为救了一只小海盔 宝儿就被大海选中 成了拯救世界的希望 她的一个手势 就能让大海为她开路 不知不觉 宝儿已经走出了十多米 就对这时 海水居然站了起来 宝儿好奇地看着海水 大海也歪了歪脑袋 为宝儿做了一个新发型 还给了她一块发光的石头 海洋之心 从此 宝儿便非常向往大海 但每次背向大海 都会被组长父亲阻拦 时间一天天过去 宝儿也长成了大姑娘 原本一时无忧的生活 却在这天被打破 岛上的椰子 全部干枯腐烂 而岛上的渔民 再也抓不到一条鱼 无论解决食物问题 宝儿建议出海捕鱼 可是没想到 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原来 父亲曾带着好朋友 偷偷出海 可没过一会儿 平坚的海水变得汹涌 末法被摧毁 而父亲的好朋友 也在那次海难中葬生 从此 他坐上木船 滑动着船桨 朝大海驶去 可刚走没多远 一个巨浪来袭 拍翻了木船 宝儿也掉进了海里 而他的脚 被珊瑚牢牢卡住 危急时刻 他捡起一块石头 砸坏了珊瑚 这才捡回一条命 而这一切 正好被奶奶看到 奶奶把宝儿带到后山 告诉了他祖先的秘密 原来 他们的祖先是航海者 曾征服过一片片海域 找到了许多 适合生存的地方 可直到这天 半神杰戈 偷走了海洋之心 释放出了火焰魔 海里的怪物被释放 推没了他们的船只 从此 祖先被禁止了航海 所有的船只 都被封存起来 然而 恶魔的诅咒 已经蔓延到了整座小岛 奶奶告诉他 只要找到杰戈 把海洋之心还回去 就能平息这场灾难 他还选中了宝儿 去完成这个使命 为了族人 宝儿扬帆起航 瞒着父母 踏上了征途 可刚走没多远 他就遇上了暴风雨 宝儿的沐船 很快就被击沉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一座孤岛 而这里 正是杰戈的家 这个男人在孤岛上 被困了一千多年 而受困的原因 是他偷走了海洋之心 释放出了火焰魔 正当他驾船 准备逃离时 火焰魔拦住巨路 无奈之下 他只好正面对抗 一阵白光之后 他的鱼骨法杖和海洋之心 全都掉进了海里 这天 宝儿终于找到他 杰戈课误以为 宝儿是他的粉丝 在他的船桨上签了名 但宝儿却拿起船桨 直接派在他肚子上 原来 当初杰戈偷偷海洋之心 导致所有小岛被黑暗吞噬 而唯一补救的办法 就是归还海洋之心 可杰戈却丝毫不关心 还把宝儿听进洞里 独自驾船离开 本以为万无一失 但宝儿很快找到了出口 他朝着沐船飞杯 然后纵身一跃 杰戈果果断开走木船 把宝儿留在了海里 可就在这时 海洋的神秘力量 把宝儿送到了船上 杰戈见状想要逃走 可是下一秒 无奈之下 杰戈只好跟宝儿一起 去归还海洋之心 但失去鱼骨法杖 杰戈也失去了所有法力 他们要去螃蟹怪那里 拿回鱼骨法杖 两人来到一座高山 杰戈纵身一跃 一个重锤砸开了机关 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 出现在宝儿面前 杰戈直接跳了下去 宝儿有一片刻 也跟着跳了下去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了螃蟹的巢穴 而鱼骨法杖 就在一堆宝石的中间 杰戈把宝儿当成诱饵 去吸引螃蟹的注意 趁着机会 他跳上螃蟹的后背 拿起了法杖 就在这时 他想要吓唬一架螃蟹 结果却变成了小动物 由于拾起法杖太久 法力也不如以前了 曾经的半神 融入到被一只螃蟹欺负 关键时刻 宝儿用发光的海藻 做了一颗假的海洋之心 吸引了螃蟹的注意 然后他跑到螃蟹背上 拿走了杰戈的法杖 当螃蟹反应过来时 两人也被水柱冲露出去 而那只螃蟹 被冲了个四脚朝天 经过反复的练习 杰戈的法力逐渐恢复 慢慢的 他已经能够随心所欲 变换出各种动物 接下来 就是穿过火焰山 挥款海洋之心了 可不不完没想到 火焰魔挥出一拳 就把他们打出几百米远 而杰戈的法杖 也出现了裂痕 男人被一巴掌拍进海里 他变成了一条鲸鱼 咬住了海洋之心 紧接着 火焰魔争出巨石 差点砸中杰戈 他再次变身 保护了海洋之心 宝儿驾驶着牧船 想从甲缝中穿过 杰戈想要阻止宝儿 但宝儿却一意不形 就在这时 火焰魔挥出重拳 杰戈用法杖挡住 可强大的力量 这次把他们冲出几百米远 虽然两人并未受伤 但杰戈的法杖 却出现了裂痕 法杖是天神的恩赐 如果再受重击 将会彻底失效 他把海洋之心还给宝儿 然后变成老鹰 离开了牧船 这时 海面上泛着一道白光 奶奶的灵魂出现在宝儿面前 他鼓励宝儿一定要坚持下去 要像祖先一样 勇敢地征服大海 这样才能造福后代 在奶奶的鼓励下 宝儿重拾信心 决定独自挑战火焰魔 就在快要靠近时 宝儿跳向船头 改变行驶方向 躲过了火焰魔的攻击 火焰魔紧追不时 宝儿利用烟雾 成功躲过追击 进入了峡谷中 看到这一幕 火焰魔瞬间暴怒 伸出了巨长 危机时刻 杰哥变成老鹰 撞断了火焰魔的手臂 然后 他又变成一条鲸鱼 拍出巨浪 挡住了火焰魔 杰哥使出魂蟹蟹数 变换出各种动物 为宝儿争取时间 眼看宝儿就要上岸 火焰魔扔出了火球 危机时刻 海浪站了起来 替宝儿等下攻击 还把宝儿送上了岸边 宝儿费力地拍爬 魂蟹人不知危险来临 就在这时 杰哥也顾不得许多 即使失去法杖 他也要挡下这致命一击 就这样 杰哥的法杖彻底碎了 而另一边 宝儿终于爬到了山顶 但女神的雕像 早已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倩影 宝儿转过头 看到了火焰魔胸骨的鸣文 与海洋之心的鸣文一样 他终于明白 于是高高举起了海洋之心 耀眼的绿色光芒 让火焰魔情绪稳定下来 此时的宝儿 已经来到岸边 还随左右分开 火焰魔飞奔而来 但宝儿丝毫不拒 迈着沉稳的步伐 勇敢地站在石头上 宝儿将石头放了回去 女神渐渐露出了真容 他回到岛上 右手触摸大地 一瞬间大地再次变得生机勃勃 女神托起宝儿和杰哥 而杰哥自知犯下大错 向女神郑重地道歉 虽然女神还是生气 但念在他帮助宝儿 让自己清醒过来 女神送他一把新的鱼骨法杖 宝儿成功唤醒了女神 从此海面不再汹涌 而族人们又恢复了航海者的身份 宝儿带领了大家 鲫鱼在广阔的大海 寻找着适合生存的岛屿 你绝对想不到 小时候的季公 居然给公牛吃辣椒 结果插进了鼻子里 下一秒 黑牛瞬间暴走 直接猛冲过来 季公见状不妙 把腿就跑 和小镇的村民却糟了一样 他外面黑牛撞到七零八落 周一板凳全成了碎片 季公荒木择路 一图撞到了父亲身上 为了让儿子变得乖巧 父亲特地来到庙里 祭拜罗汉 可没想到 季公竟然躲在下面偷吃 并不是季公不尊重佛门 而是因为 他自己就是罗汉 原来 五百年前 金氏大鹏大闹天剑 围惑人间 高露神仙纷纷出手阻止 但却都背下阵来 不及时刻 小龙罗汉出手 用自己的金身 将金氏大鹏封印了起来 失去了金身 小龙罗汉只能投胎转世 为了寻找师兄的线索 孤独罗汉也来到了人间 孤独寻找了五百年 直到这天 在李续元的身上 他似乎看到了师兄的影子 为了确定李续元的身份 他派出自己的座骑白虎 前去寻找线索 在白虎的指引下 续元来到了野外森林 眼前是一片绝美的瀑布 将他拿出神石 天色竟然暗了下来 几片羽毛飘落 直接将河水染成黑色 在一抬头 天空中赫然出现了几只红眼乌鸦 正胡适当地盯着他 看到这一幕 续元撒腿就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 还不忘给乌鸦布置陷阱 身后的乌鸦食的太多 把续元逼到了一处悬崖 看着身后的追兵 续元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他做梦也没想到 竟然侮辱了乌鸦的老巢 就在这时 一只金蛋飞到了他手上 眼看乌鸦冲动过来 金蛋能突然飞出一缕奇光 似乎在为续元指引逃跑的方向 随着续元越跑越快 脚下突然出现了一阵金光 下一秒 他的身体直接飘了起来 直接把他送到了水里 人也被逃过一劫 没想到乌鸦还是发现了他 眼看续元就要被抓走 金蛋突然飞到半空 挖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一条悬天闭火龙破壳而出 这股汉联动地的力量 就弄了分一下的金翅大鹏 他派出手下精灵 前去寻找降龙的位置 另一边 俯骨罗汉也感受到了师兄的气息 立马让白虎恢复原形 他要去寻找师兄的下落 但此时的修元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条小虫子 既然是降龙罗汉的坐骑 玄天闭火龙 由于他失去了法力 所以变成了这副模样 当修元带闭火龙上街 他立刻就被酒香吸引 没等修元阻拦 他就挑进了酒坛 列酒配上三位真火 下一秒 酒坛瞬间发生爆炸 闭火龙最运行的骑上攻击 嘴里还喷着三位真火 对着酒馆老板穷追不舍 老板一路狂闷 还拔掉了一个帅锅的裤子 可闭火龙速度太快 喷着火焰 一头扎进了烟花仓库 结果可想而知 在闭火龙的节奏下 天空中烟花四起 村民们提前过了七年 于是大家把毛头对准了修元 纷纷指责他 女修元的父亲也知道儿子调皮 于是就请来了戏班子 表演皮影戏 算是赔礼道歉 正当大家看得起劲时 无数乌鸦 扑得一盖地的飞了过来 他们并没有攻击催眠 而是抓走了所有小孩 为了解救孩子们 女修元的父亲动员大家 一起进山救人 修元也想一起去 修元一头扎进了水中 可火龙不失水性 他脸被淹死 修元只要给他人工呼吸 他们也来到了乌鸦的老巢 此时的乌鸦妹正在开会 原来 今次大鹏派出精灵 指挥乌鸦就抓走了李亚庄所有小孩 目的就是找到弦龙转世 阻止弦龙罗汉复生 但乌鸦抓来的这些孩子 全部都是普通人 正当大鹏准备发火时 修元却自己送上了梅 大鹏指挥乌鸦发动进攻 可在变火龙的三倍真火下 乌鸦根本不堪一击 修元与神龙完美配合 成功将孩子们救了出来 精灵并目死心 派出乌鸦一路追踪 修元所用放弃的逃跑 将变火龙变成了机关枪 做了一顿烤鸦盛宴 本以为能逃出生天 没想到出口竟然是个悬崖 无奈之下 孩子们只能在笑臂上慢慢挪动 可速度实在太慢 精灵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乌鸦一拥而上 为了保护同伴 修元不慎掉落悬崖 下一秒 崖底出现一道金光 修元使出了一招 罗汉翻天一印 一条闭火神龙 只天天打在了精灵身上 但这一招 也耗尽了修元所有的力气 他两眼一闭 直接晕了过去 俯虎罗汉赶来 救走了修元和孩子们 回到李家庄 俯虎告读李将军 修元就是降龙罗汉转世 要想制服金翅大鹏 必须要让金身归位 降龙出世 这也就意味着修元生死 李将军必要让儿子做大英雄 他是希望修元能够平安长大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宁愿代替儿子去死 来换取人间太平 可修元并不这么想 修元母亲生病多年 成为降龙罗汉 还能治好母亲的病 所以他对父亲的阻止 非常不解 父子俩因此产生了间隙 在家战服务罗汉告诉李将军 实际未到 千万不能让修元拿到金身 补兜病身祸端 于是李扬远将金身过奉起来 在李家庄周围形成了一道结界 因此来抵御妖魔入侵 此时金灵也来到了李家庄 直接撞在了结界上 吃了个碧莓羹 眼眼硬爽行不通 他直接变成了白虎的模样 然后告诉壁火龙 金身就在箱子里 壁火龙知道修元孝顺 给母亲治病心切 便从箱子里拿走了金身 结界也因此消失 而金灵趁机溜进了李家庄 准备吸食修元母亲的魂魄 当修元赶到时 母亲已经失去了呼吸 因为他的自作主张 害死了母亲 修元跪在地上 向父亲拜别 为了不让金氏大鹏维护人间 他必须找到俯伙罗汉 加持金身 将大鹏永远封印 李家庄意识到 熬到这一去 父子俩恐怕是永别 金灵敏锐的感觉到 李家庄对孩子的不舍 于是他告诉李家庄 只要在修元加持金身时 叫金身取下 那么他就无法成为降龙罗汉 世间若无降龙 修元将永远是他的儿子 在金灵的蛊惑下 李家庄被亲情蒙蔽了双眼 在修元加持金身之时 李家庄突然暴起 将金身夺走 修元瞬间虚弱不堪 直接晕了过去 父亲被精灵蒙蔽 以为这样就能救下修元 没想到 有了金身的力量 金氏大鹏瞬间冲破了封印 还获得了更为恐怖的法力 伴随着一条毁天灭地的紫色光束 金氏大鹏再次重现人间 三天面临了一场 前走未有的浩劫 为了阻止金氏大鹏 伏伏罗汉救援接触了一套法阵 可如今的金氏大鹏法力高强 瞬间就要法阵打破 伏伏罗汉技术精神 可却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伏伏败下阵来 逼火龙腾空而起 破解修元 最终决战终于展开 伏伏罗汉拼尽全力 与金氏大鹏殊死搏斗 但修元没有精神加持 实在是有心无力 被金氏大鹏打得节节败退 为了永绝扣唤 金氏大鹏快出精灵 准备将修元了结 如今时刻 一把长枪出现 打在了修元面前 直见李阳俊身逼铠甲 手握长枪 托着精灵冲动过去 这父亲拼命保护自己 修元终于振作起来 趁长枪刺进精灵之时 修元冲了上来 父子合力 就又让精灵灰飞烟灭 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团火焰突然飞来 危急时刻 李阳俊打在了儿子身前 金氏大鹏缓缓缓落下 将羽毛化成立剑 穿过李将军 扎进了修元身体 本已被杀了修元 金氏大鹏实现再无对手 可他没想到 修元死 祥龙生 一道开天PT的金光显现 祥龙罗汉涅槃而生 还重塑了金身 大鹏见状大惊失色 拥进全身法力发起进攻 可祥龙丝毫不慌 一只同天巨手落下 直接将大鹏打回了原形 金氏大鹏睁开双眼 身去变得无比庞大 金光瞬间将大鹏笼罩 伴在了一张巨大的金蒲扇落下 金氏大鹏直接被打成了小菜鸡 三剑的浩急 化解 此时 浮湖走了过来 可香龙已经习惯了人间的生活 决心化成活佛技工 造福人间 从此 天下少了一位香龙罗汉 而人间多了一位破仪活佛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么丰盛的早餐 多吃的苹果腺鸡腿 美味的虎鸡烤土豆 还有五颜六色的马卡龙 可国王一插的下去 马卡龙竟全都跑了 只见其中一个 钻进面条里 下一秒 面条竟变成怪物 站了起来 他往前一跳 直接捆住了厨师 在用力一甩 将国王绑在了凳子上 然后骑着烤鸡 飞出了城堡 总是为赶到时 这一桌子美食 已经成功绑下了国王 大家只好去用魔法部的帮助 原来 这个国家的魔法师 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可这次 他们找遍所有角落 都没有发现线索 没办法 魔法部只好派出 顶级特工宝儿 彻查此事 并给他找了个帮手 就是他的魔术师弟弟 杰哥 什么 我完全没有办法解受他 原来 宝儿从小就是雪霸 长大更是成为了 魔法部的顶级特工 而杰哥则是 大名堂鼎的江湖骗子 经常凭借小把戏 赚了盆满波满 因此 宝儿时未看不起他 但他不知道的是 杰哥一直拿赚来的钱 救救穷穷人 而魔法部找到他 正是看中了他的骗术 和善良的内心 为了解救国王 二人只好合作 就不仔细地研究 特工终于在马卡龙中 发现了一种魔药 于是二人决定 从马卡龙的原材料入手 很快 他们就锁定了 一家甜品仓库 宝儿认真地搜寻踪迹 而杰哥却悠闲地 烤起了火 就在这时 杰哥身手一摸 发现这原来是魔法火焰 壁炉的后面 居然隐藏着一个密室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了 两个拥有生命的弹刀小人 杰哥刚要上前 却惊动了手仓库的大狗 杰哥被追得四处逃窜 而是已经流进密室的宝儿 瞬间惊呆了 这里全部都是禁忌魔药 而他要找的那瓶 就在架子的最顶端 他使劲爬上梯子 但怎么都够不到 就在这时 没外的大狗 突然闯了进来 他咬入梯子 宝儿一个没站稳 打翻了所有的魔药 魔药会合发生爆炸 结果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一会变成茶壶 一会变成椅子 两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瓶缩咬药剂 从天而降 下一秒 他们竟变成了小孩子 而之前那只秀猛的大狗 也变成了小科技 不 虽然变小十分糟糕 但好在 他们找到了那瓶魔药 只要把他送回魔法部 就夺查出魔药的来历 从而渗透魔瓜 救出国王 可身为小学生的两人 根本无法进入魔法部 天之之夜被轰了出去 不管使用什么办法 都会被守卫抓住 然后赶出大门 所图无路的宝儿 只好决定先解决 变小的魔咒 身为学霸的他 当然知道变小魔药 来自命令中的女巫 可杰哥一听 他竭力反对 因为那个女巫 可是有名的吃小孩狂魔 但宝儿却不以为然 他可是魔法部的最强特工 很快 他们就在命令中 找到了女巫的房子 女巫一开始小孩子 立刻兴奋起来 那个情境的 女巫时为热情 搬上来很多美食 宝儿趁机问他 关于魔药的事 女巫一看面认出 他来自魔法湖 就在这时 宝儿突然发现 他们吃的食物 被下了昏睡咒 而狗狗已经昏睡过去 宝儿赶紧拍掉 杰哥手里的面包 将他拖定了房间 而此时 窗户已经被封锁 杰哥人只好从屋顶逃跑 他们齐心协力 不仅弄断了魔法扫把 还抢走了 女巫的魔法木桶 更是一枪 烧掉了女巫的房子 他们很开心 不但惩罚了女巫 还弄清了魔药线索 可现在最重要的是 该如何控制木桶 就在这时 小弟的狗狗 找到了开关 现在路线已经生成 就这样 他们顺利的来到了魔法湖 杰哥人被打算 悄悄潜入 可一回头 就被巨大的章鱼发现了 章鱼将他们带到了 可看的湖泊深处 姐弟俩十分害怕 因为传说中 湖畔女巫是个凶残的怪物 可当大门打开后 他们惊呆了 这里到处都是 漂亮的美人鱼 有的在打排球 有的在玩滑梯 杰哥的眼睛都看直了 湖畔女巫也不是怪物 而是一个大美女 但她却认为姐弟俩 是偷魔药的间谍 然后就要将他们喂鱼 直到看见宝儿的魔法吊坠 才相信他们的特工身份 小偷经常派蛋糕人 来动魔药 这时宝儿想到办法 放到蛋糕间谍 这样就可以找到真凶 于是两人趁机 飘上蛋糕人的火车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 一个神秘宫殿 而国王就坐在椅子上 不停地吃着饼干 看到这一幕 宝儿激动地跑了上去 我们来救您了 可国王像是失忆了一样 不停不离开 反而叫来了饼干守卫 而叉动着一切的幕后黑手 也终于现身了 这个女人疯了 居然使用癞蛤蟆 烹饪美食 而周围的食材 全部都是可怕的东西 而这一幕 刚刚被国王看到 他顺年怒了 可被赶走的厨娘 还是死心不改 甚至研究起了黑魔法 几年后 他用黑魔法做的食物 成功绑架了国王 然后还逼迫他 吃下听话饼干 让国王对他摆一摆顺 接下来 他就要和国王结婚 成为王后 最终整个王国 都会成为他的奴隶 这就是他的邪恶计划 可现在 宝儿和杰克识破了他的计划 厨娘只好将他们 登进火炉中 然后带着国王离开了 宝儿因为没能救出国王 十分沮丧 他也把黑黑的杰克 这次还大吵一下 你本可以像我要学习的 然后也可以得到 国王的奖学金的 从一开始 就没有什么国王的奖学金 原来 是杰克一直在牺牲自己 才实现了 姐姐当特工的梦想 这一刻 两人终于解开了心结 然后齐心协力 逃了出来 还成功的研究出了解药 而另一边 国王已经被带到了广场上 准备和厨娘结婚 赶来的宝儿 想要上去阻拦 但没卫兵一马发住 这个人是我妈妈 都说他结婚了 而宝儿则趁机 溜到国王身后 打了一点解药 他瞬间清醒过来 可狡猾的厨娘 就直接信了上去 牧师也宣布 二位结为夫妻 厨娘终于得逞了 一瞬间 被摸巴笼绕了整个广场 所有人都沦为了他的奴隶 宝儿想解救大家 甩开射兵 抢过解药 然后就跑向 直到饼干的烤箱 但卑鄙的厨娘 却拿着杰哥威胁他 虽然宝儿选择交出解药 但还是被推下烤箱 危机关头 杰哥逃出魔法球 养人这才逃了出来 宝儿从厨娘背后 偷偷抢到了解药 而厨娘不愿放手 结果一不小心 掉进了烤箱里 最后 他彻底被面团推没 紧接着 杰哥俩赶紧将解药 倒进了烤箱 很快 一块块解药饼 从天而降 大家都恢复了理智 电影最后 王国恢复了往日的太平 宝儿也被授予了 河宫的最高荣誉 吉利俩成为了 整个王国的英雄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